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未能无心 这个无心就是真心离恋 真心离忘恋 未知无心 又妄心如幻灵 自信不可得 故隐无心 这个无心 我们引用这个中进录 永明元寿大师的中进录卷45 里面有这段经文 非常的好 我们把它练出来 再来解释 大宝基金银 文师施利言 如人学色 久喜则巧 或虽无心 以久喜故 见花皆重 我亦如是 初学不失意三昧 细心一触 若久喜成就 更无心想 恒以定计 先得淫 以恋忘心紧动 即计 世间诸苦 如人在荆基灵 不动则刺不伤 忘心不起 横处极昧之乐 以恋忘心才动 即被诸有刺伤 故今淫 有心皆苦 无心极乐 这一段解释这个无心的解释得非常好 在有名耶稣大师中进路里面 引用这个大宝基金里面的经文 在大宝基金里面 文师施利菩萨就开始了 文师施利菩萨开始说 就像我们人在写射箭一样 你常常这样练 常常这样练 久喜则巧 你常常这样练习 你就抓到那个窍门 这巧就是你抓到那个关键 这个窍门 后来虽然无心耶 你写射箭耶 写到后来 心清静的时候 非常专注的时候 非常专注的时候 离开所有这些对待的时候 他就跟无心相应了 后虽无心耶 以久息故 因为常常这样练习 常练习的 那么箭一发出去就射中 箭发皆重 我意如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自信真如 这个我就是自信真如 也是用这个方法 我意如是 想要刚开始学这个不思义三昧 不思义三昧就是 你想学这个念佛三昧也好 或是一向三昧 或是一行三昧也好 你只要细心一次 佛教以教经 重点 自信一次无事不办 就是你心定住在一个地方 细心一次 若久息成就 你练习久了自然就成就 功夫就成就了 你只要细心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上 你练久了 练练不间断 联子大师说了 练练不间断 慈敏念佛 练练不间断 那么往生就有成就了 联子大师说往生必移 就往生一定成就的 为什么 因为榜上有名 所以你因为常常像练习射箭一样 久息成就更无心想 没有再想其他的 更无心想 那这样的就会跟禅定相应 横以定据就是会跟禅定相应 所以古德说了 一念旺心才动 就有世间诸苦 你一念旺心 动了 那就遭感世间的诸苦 那么就好像人走到这个 森林里面的荆棘林一样 你不动荆棘刺不到你 你忘心不起 你横处在清净极灭的安乐里面 那么你的一念旺心才动 你就被这些诸有刺伤 诸有是什么 这异戒色戒无色戒 这些八苦刺伤 所以经上说 有心皆苦无心极乐 再来 同八十三约 若不起忘心 则能顺结 所以 隐无心是道 金刚经约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传心法要下语 如今淡写无心 顿喜诸言 陌生妄想分别 无人无我 无贪嗔 无正爱 无胜负 但除妾如许多种妄想 信至本来清净 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 那么这地方就是 有名颜色大师的中经约 第八十三卷里面讲 若不起忘心 则能顺结 如果你不起忘心 就会跟结性相应 所以无心就是道 金刚经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如果能够 一念尽性 你能够弃入这点心性 那么就可以 弃入这个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所以传心法要下说 如果你要写无心 要秉息诸言 要顿息诸言 顿息这些言 善言 恶言 顺境 逆境 要秉息诸言 陌生妄想分别 无我相 无人相 无忠相 无受的相 没有贪嗔 无正爱 无胜负 这些种种 喜多妄想都把它除掉了 那你就跟无心相应 因为自信本来清净 这是修行菩提 回归到自信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 无心的我们做这样的补充 未经许可,不得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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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